那這一次是我第一次來做廣播 他們告訴我是要做比較 跟夜夜秀完全不同風格的 對吧 對 因為夜夜秀畢竟也碰了太多政治了 所以這一次就希望我們稍稍不要理政治一下 然後來拓展一些 不管是音樂啊 或者是戲劇圈也好 那時候被演唱的時候 你內心會不會覺得有點委屈 覺得被外界誤解了這樣 誤解一定有 但我覺得比較出自在 可能是新聞媒體的下標 會讓很多人誤解台上發生的事 就是觀眾沒有清楚知道台上發生的來龍去脈 然後就像我在台上後來有澄清說 包含那些話是誰講的 跟這件事情是錯在哪個部分 反正就是最後一集都交代清楚 所以還好 因為這樣子心情低落過嗎 會提過 因為當時 畢竟我發生之後還要再錄最後一集 所以最後一集 畢竟這個節目是喜劇為主 當時是有一點 我自己是內心有點爭雜的搶言歡笑 上次我們這樣坐下來的時候 下面是一千人 我上你們節目被你們淋虐嘲諷這樣 今天換我被你淋虐嘲諷 今天我們終於找到報復的機會了 哇 鴻門燕 我們也非常歡迎霍龍來 至於霍龍將來要做什麼樣的節目 內容是什麼 來 霍龍自己跟大家講一講 非常感謝道老大 邀請 誰是老大 您是老大 這次您是老大的 那也期盼透過這個節目就是 把一些無底頭的喜劇風格帶到廣播界 因為畢竟我之前都是以一個圈外人之資 在參與各種類型的演藝圈的工作 那這一次是我第一次來做廣播 然後也期待這個廣播之後 上線變Podcast變Youtube影像化之後 會攜帶更多觀眾來看 他們告訴我是要做比較 跟夜夜秀完全不同風格的 對 因為夜夜秀畢竟也碰了太多政治了 所以這一次就希望我們 稍稍不要理政治一下 然後來拓展一些不管是音樂啊 或是戲劇圈也好 我們想要先請問一下 因為剛剛有說就是 你們兩個現在是身份互換 霍龍現在改叫趙大哥 叫成老大了 那趙大哥有沒有覺得這個身份互換 還蠻有趣的 然後還有因為兩人之前其實感情就蠻好的 然後霍龍之前有大喊說你是戰鬥男 那這一次就開節目是 誒 宣示說自己真的是戰鬥男的一個成員之一嗎 其實叫趙大哥先生老大 我覺得是開玩笑的 我覺得他是我老公啊 對 在這個地方 是我的聖誕老公公 就是送我一個大禮 讓我有機會能主持廣播節目 然後至於有沒有加入戰鬥男 反正我是不敢說 因為我認為我最近顏色好像偏黑 所以只要不是黑色我都心狠接受 所以那個第二季的夜夜秀 預計什麼時候退出 沒有耶 因為現在還在準備開始跑新的活動 所以可能要先把活動先跑完 然後再做第二季 對 我有承諾會做第二季 但我沒有承諾時間喔 至於剛剛前面那個朋友問說 會不會怕被炎上啊 我真的鼓勵賀龍喔 不用怕啦 不用怕啦 你做媒體喔 不管你讚美我也好 你罵我也好 只要你聽 只要你看 只要你來反應 只要你來到網路上來留言 都是好事 最怕的沒有人理你 也不講你好 也不罵你 那就完蛋了 那這種東西一定是 明滿天下 放益誰知嘛 你越多人講你好 一定有越多人會罵你 一定是如此的 那這樣會就導致你絕目紅嘛 賀龍大翔請問一下 因為之前因為那個 曾經上律師被炎上嘛 那所以你之後對政治這方面的議題 你會有點陰影嗎 不會 因為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跟政治其實相關性很低 對 然後 之後 我覺得做不做政治 好像 不是選題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實節啦 就是 到時候假設我在開第二季夜夜秀的話 還有沒有適逢大選 那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多少可能會為了流量碰政治 以及到時候可能會有很多政治人物 會想要跟我接觸 那如果我們不是在大選的時候做的話 可能會往娛樂人方向走 那時候被炎上的時候 你內心會不會覺得有點委屈 覺得被外界誤解了這樣 誤解一定有 但我覺得比較出自在 可能是新聞媒體的下標 會讓很多人誤解台上發生的事 就是 就是 觀眾沒有清楚知道台上發生的來龍去脈 對 然後就像我在台上有 後來有澄清說 包含 那些話 是誰講的 跟這件事情是錯在哪個部分 反正就是最後一集喔 都交代清楚 所以還好 因為這樣子心情披落過嗎 會披落 因為當時 畢竟我發生之後還要再錄最後一集 所以 最後一集 畢竟這個節目是喜劇啦 為主啦 當時是有一點 我自己是內心有點爭雜的搶眼歡笑 沒有特別挑選過 就是跟以前一樣 我好像沒有紅到可以挑選工作 有工作來我就很萬幸了 然後 現在 除了廣播節目之外 最近 應該也會多跑線下的劇場演出 就是回到講Stand Up